打车上班赶上堵车真是着急又无奈 很多人梦想着如果有一辆能够飞行的汽车就好了 几天前 全球首条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跨海跨城模拟载人公开演示飞行成功 打个飞行的出租车去上班 正在从梦想变成现实 当天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盛世龙 从广东深圳蛇口邮轮母港起飞 经过了约20分钟的飞行 降落在珠海九州港码头 这次成功飞行意味着 深圳至珠海单程2.5至3小时的地面车程 可以缩短到20分钟 这是全球首例用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完成跨海跨城模拟载人飞行 在获取试航证后 这个航空器预计将有望于2026年 开启载人飞行 这架名叫盛世龙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长11米 高3米 翼展15米 起飞重量2000公斤 可载5人 核心模组百分之百国产化 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00公里 单次充电达到250.3公里 它还有一款载物的型号 最大的载重是400公斤 在安全保障上 这款航空器上设置了多种防护模式 悬翼或固定翼动力乃至电池的任意其中一个模组 出现问题或失效 它也依然能在空中继续飞行 深圳珠海分别位于珠江口东西两岸 目前从深圳到珠海打车五六百元 要将近三个小时 坐船100多元 要一个多小时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无需传统机场和跑道 仅需20分钟就可以完成深圳珠海间的跨海跨城之旅 目前运营空域管理 民航监管等部门正在持续合作 这款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获得试航证后 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开设的数百条航线 和上千个起降点进行商业化运营